大家看一看 在三日前 我亦都看到一個很令人失望的教育政策 不過都不是令人失望 這一個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的 我們作為教育部長的副首相 等舒緩一點 他在國會回覆 我們國會議員問答的時候就說 很對不起 你們獨中方面 因為你們不是屬於馬六星亞教育的主流 我們是五個女都不會賠款你們的 同樣來講 關於這個獨中民憑 雖然我們在瓜拉斯領安保選的時候答應過 你們華人 我們會重新考慮 會不會承認這個統孝民憑 我們會將這個統孝民憑 我們會怎樣去承認的辦法 但是過開 但是過開 三個月過後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回覆就是 國鎮政府是沒有議員 是不想 你們想都不用想 國鎮是不會承認這個統孝民憑 這個不是皇家和黨 這個不是危可民憑 這個是我們的副首相 教育部長 蘭索姆姆說的 大家同樣的 馬華和民正 在五十三年裡面 沒有辦法爭取到這個獨中 同孝民憑受到國家大學的承認的時候 我們民憑可以給大家知道的就是 民憑可以給到人民的就是 只要人民給民憑一次機會 我們今天則正 我們下個禮拜全面承認同孝民憑 讓獨中的不全身 可以留在馬來西亞發展 留在全方家的人才 發展馬來西亞 這個是民憑可以給大家聽到的 大家當然 看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可以忘記 大家可以看到 毛統在兩百二十二個國會選區裡面 毛統是 戰開一百一十五個國會選區 兩百二十二個國會選區 毛統說 我先拿五十三巴仙 一百一十五個 你們其他十三個成員黨 無論是郭鎮、民憑、郭大黨 三八條字黨都好 全部你們是拿一百零七個 大家 這一個一黨獨大的政治 這一個霸權的政治 在馬來西亞 已經不是第一天發生 這個霸權的政治 一黨獨大的政治 在馬來西亞 已經是超過五十三年的歷史了 我們民憑可以給大家不同的就是 我們跟郭鎮不同 我們跟武統不同 我們跟馬華不同 我們可以給大家知道的就是 在民憑裡面 在半島 我們三個政黨 無論是會教黨 無論是行動黨 或者是公正黨 我們都是盡量將這個議席 分配給每一個政黨三分一 我們每一個政黨 無可能可以單獨做這個任何的決定 我們好像武統那樣 在武統代表大會裡面 可以做一些關係到國家的政策的問題 我們要做的就是 當回教黨要實施一些政策的時候 三個黨就會坐下 我們談一談 看看可不可以實施 當行動黨要帶來一些改變的時候 同樣的 我們都會指信公正黨和回教黨的意見 這些是真真正正的合作精神 這些是真真正正 可以令全馬來西亞人民 受益的合作精神 我們不會一黨獨大 我們不會被回教黨獨大 我們不會被公正黨獨大 我們亦都不會被合同黨獨大 我們相信的就是 在一個民主的政治底下 我們有這個公正分配權來的這個政權 我們可以給人民 每一個人民 無論是華人 印度人或者馬來西亞同胞都好 我們可以帶來一些 無公平 無公正的政策 大家 當然 剛才 免卡有講到 就是關於這個 匹匹州政治危機的問題 匹匹州政治危機 每一位演講者都已經講了 我們不需要再講太多 但是 在我未正式 未正式 將個筆交給施言之前 我們大家再回顧一下 這個匹匹州的政治問題 匹匹州政治的危機 和這個問念的成立 可以給大家一個新的希望 大家 想當年 有三零八之前 如果是我們的馬來西亞同胞 看一看到我們的火箭 看一看到行動黨的領袖 他們什麼都不能再閃 但是有三零八過後 再加上這個匹匹州的政治危機過後 我們每一天都很努力地 去深入這個馬來西亞全區 我們要幫助的就是 我們要幫助寧馬來西亞同胞 這個性格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有事 為什麼好像在 善巴布拉選區 大家每天都會有一兩天 找不到免啟去到哪裡 因為我們每一天 不論是我自己 阿彪或者是免啟同志都好 我們每一個星期 我們都會輪流 去每一個馬來西亞同胞的禁方 去每一個馬來西亞同胞的選區 將我們的精神 將我們的原則 和將我們的施政的概念 傳達給我們的馬來西亞同胞知道